大家好,我們是通通拿去做雞精的製作團隊 一開始我們從水溝撿起被細菌分解到一半的羽毛 發現羽毛或許可以成為蛋白質飼料 以前雞的羽毛會支援回收成為容易 但是台灣現在大多使用聚酯纖維 原因在於雞羽毛內的冰原菌感染 即製作過程複雜固然不符合成本 後來人們將羽毛加入射料中 羽毛是蛋白質含量最高的續產廢棄物 但是無法添加超過2% 因為動物無法直接利用來自羽毛的蛋白質 剛開始我們從水溝撿起羽毛 將羽毛內的細菌放入以羽毛為原料的培養機進行培養 在衛視前擔心安全的問題 於是決定從已知菌種內挑選 另一方面好舉得 另一方面沒有安全遺域 在多方嘗試後發現納豆菌效果最優 因為納豆菌可以分解蛋白質含量相當高的納豆 因此對羽毛也有相同的效果 使其將蛋白質分解為碳或氨基酸 增加飼料運用效率 同時也解決動廠廢棄物的問題 也會環境出於分離 有上文所說的羽毛液經過納豆菌分解 有聚觀的肉眼觀察 以無發現羽毛的殘疾 而圍觀部分 我們用SDS電勇分析 發現原本巨大的蛋白質分子已經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極小的氨基酸生態 由此可證明 羽毛能夠被菌體分解 形成更小的氨基酸分子 幫助雞肢更完整的吸收 消化其羽毛中的蛋白質 品種即是經發酵完成的羽毛液 我們將洗澡的羽毛經過果汁雞打水後 加入菌原 並放入懸浮培養箱培養一周 基金便如此完成 會適時只要加水即是 其是口腥非常良好 所以沒有機支不使用的疑慮 經過如此 維持超過三個禮拜後 增重率即會明顯增加 達到廢棄物再利用的雙雲局面 這項實驗我們認為十分具有意義 因為不但能夠幫助台灣畜牧產業的發展 更能夠為環境的改善盡一份心力 而最重要的是 這項技術目前尚未有人能夠量產 所以希望藉由這次的發表 將這項技術推廣 大家共創一個農業的新氣象 謝謝大家